老公是金圈佛子 隐婚三年 他对我冷漠疏离 从不关心 直到他和白月光在车内热吻的视频曝光 我才知道 他也有情难自异的一面 只是不对我 后来 他的白月光上门挑衅 纠缠间 我从楼梯摔下 早产大出血 那晚 圈内盛传佛子走下神坛 助力于无边风雪 一步一扣为我求得平安福 我却送给他一份离婚判决 他额脚剩下烟红血液 嗓音发颤 别离婚 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我从他的掌心 慢慢把手抽出来 不必了 我可以去副留子 负责战和白初出 在车内热吻的视频曝光前十分钟 我正在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暂时吸引 我上个月刚拿了最佳女主角 此时突然急流涌退 现场一片哗然 无数话筒递到我嘴边 两颖后 方便告知一下退圈原因吗 之前狗仔拍到你现身产科 怀孕的消息是否属实 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扬起脸 微笑面对镜头 手俯上微突的小腹 正要一一作打 呼得听到有人低呼 快看热搜 白初出恋情曝光了 我眼皮轻轻一跳 周围嘈杂混乱 采访被打断 经纪人拉我去后台 将手机递给我 热搜是一段几秒的视频 雨夜 麦巴赫车窗半开 白初出身穿浅袋色旗袍 娇软依微在男人怀里 主动送上红唇 一只腕上 缠着魂元佛珠的手 贴心揽住她的细腰 分为前犬又宜你 锦号旗袍仙女 与金圈佛子车内热闻锦号 锦号白初出负责占好田锦号 锦号她清心寡欲 却唯独为她破戒锦号 这几条热搜tag 力压我退圈的新闻 冲上文语榜单前三 经纪人家 解面色难看地骂道 这个白初出 抢你代言 资源还不够 现在连热度也要抢 她点了根烟 盛怒之下口不择言 梁富宇 你老公不也是金圈贵公子 让她出面警告白初出 我就不信她 还敢这么嚣张 我低着头 沉默不语 直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 倒映出一张惨白的脸 才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我老公就是负责站 啪哒一声 佳姐指尖的烟掉落在地 圈内很少有人知道 我是负责站的妻子 附加认定是我不知廉耻 主动勾引负责站 因而对外封锁了婚讯 其实并不是 三年前 我受邀出席一场活动 结束后 投资人过来敬酒 我毫无防备 就这么喝下了一杯掺有春药的香槟 被带去酒店时 我狠狠掐了掐手心 拼尽所有力气 挣脱那位投资人的智骨 跌跌撞撞 推开隔壁虚眼的门 救 救我 我蜷缩在角落里 唇齿间一出几声英明 从浴室走出的男人 醉意朦胧 上下打亮我几眼 然后 猛地将我搂在怀里 舍得回来了 炙热地呼吸撩过我的耳阔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稳就落了下来 次日 天光大亮 我看清了男人的面容 负责战 被誉为金圈佛子的富士集团继成人 生性冷淡 出了名的客戟手里 昨晚却疯得可以 我捡起散落的衣物 陶也式地离开了 本以为是露水情缘 再也不会有交集 谁知下午 负责战就出现在我家门口 开口便是 梁富宇小姐 抱歉 我昨晚喝多了 她要了我的卡号 往里面赚了500万 我可以对你负责 这是取你的彩礼 领证那天 我问她 为什么决定结婚 她说 富家家娇森严 要了女孩的清白 理应负责 我弯了弯唇 觉得负责战 大概是个好人 嫁给她 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惜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 负责战娶我 是因为心中有愧 我和白初初长得太像 她醉酒后 将我错认成了她 才有了那一夜荒唐 从回忆里抽身 我眨了眨酸涩的眼 捡起家姐掉落在地的烟 连同口袋里的运检报告 一起塞进垃圾桶 家姐忙不迭阻止 你这是干什么 不准备告诉负责战 你怀孕了 我没说话 视线一向 骤然亮起的手机屏幕 白初初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她仍旧穿着一身旗袍 迎白戏万间 多出一串檀香佛珠 我认出来 那是负责战的 听说是她母亲留下的遗物 日后要赠予共度余生的爱人 我曾半开玩笑地向她讨要 却被无情拒绝 如今 竟戴在了白初初的手上 有意无意地拨弄佛珠 记者明知故问 白小姐 这是傅先生送的吗 嗯 是她 白初初咬了咬唇 做出一副少女害羞的模样 不过 我和阿湛现在只是朋友 接过吻的朋友 她点头 渲染欲气 怪我以前年轻气盛 吵架之后 招呼也没打一声 就出国学表演 各位媒体朋友 帮我劝劝阿湛呀 让她别生我的气了 亲都亲了 白初初的声音越来越低 眼眶也红红的 像受了委屈的小兔子 惹人怜爱 和媒体自发为她请愿 副总原谅出出吧 你们真的很般配 气得佳姐在我耳边破口大骂 妈的 不要脸 她不知道 副泽战已经结婚了 白初初当然知道 她回国后接拍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跟我合作 某天收工回酒店 她叫住我 副太太 婚后生活过得开心吗 我不明所以 正想问她什么意思 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静止离开 也是那晚 一向冷漠疏离 从不关心我的副泽战 破天荒来剧组找我 房间隔音不好 我咬紧了唇 副泽战拨了拨我的发尾 哑声又哄 老婆 乖 张嘴 隐婚三年 她第一次叫我老婆 我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以为她终于开始接纳我了 却没注意 白初初就住在我隔壁 她是为了气她 才故意来找我的 副泽战从未喜欢过我 意识到这一点时 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本想等记者发布会结束 再去找副泽战 告诉她 她要当爸爸了 结果 那段视频 抢先一步上了热搜 彻底揭开这场婚姻的内幕 从前 我觉得副泽战冷淡 面对我时 她好像永远不会有情绪 今天才知道 她也有情难自艺的一面 只是不对我 我忽然觉得 这三年像个笑话 眼泪挣扎着涌出来 弄花了精致的妆容 模糊的视线里 出现一双正亮的皮鞋 副泽战插着口袋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梁腹雨 你都知道了 知道她取我的原因 也知道她对我冷淡的原因 我擦干眼泪 站起身 仰手甩了她一巴掌 骂她 副泽战 你真混蛋啊 我预约了一周后的流产手术 除了佳姐 我没告诉任何人 包括副泽战 然而手术当天 我却被她堵在了产科走廊 副泽战定定看了我几秒 视线缓慢一下我的肚子 冷声问 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是孩子的父亲 依旧是淡漠的语气 毫无感情 只是陈述事实 我忽然来了脾气 跟她枪声 婚内出轨的人也配当父亲 这句话似乎成功激怒了副泽战 她沉声警告 梁富宇 别坐 我哪里坐了 私立医院的安保性很强 没有闲杂人等 但争吵声还是吸引了护士的注意 我不想惹人注目 把口罩往上拉 却在下一秒听到叫号的声音 轮到我了 我推开副泽战 走进诊室 刚迈出两步 身子忽然一清 我被人打横抱起 闹够了没有 副泽战低谋看我 你有脾气朝我发 孩子是无辜的 她用了很大的力气 我挣不开 只能气急败坏地捶她 副泽战你有毛病是不是 想要孩子 你跟我离婚 去找白初出生啊 凭什么干涉我的决定 啊 副泽战突然松手 把我扔进麦巴赫后座 想起那段视频里 她跟白初初曾经在这接过吻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她无视我难看的脸色 掐着我的下巴 吻了上来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副泽战咬破了我的唇 第一次因为我而情绪失控 她冷笑一声 离婚 梁富宇 你想都别想 车窗在这时被敲响 白初初失魂落魄地站在那 脸色苍白 她哽咽着 小声问 阿湛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跟她离婚 那我算什么 这个时节 正值早秋 一场冷雨来得猝不及防 白初初固执地等待答案 长发湿漉漉披散在肩上 还适时打了个喷嚏 负责站醋眉 正准备下车 我知道她心疼了 故意叫住她 不离婚也可以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余光瞥见白初初攥紧拳头 我笑了 第一 公开引婚的事实 第二 让她当众向我道歉 承认插足我们的婚姻 第三 做完这一切 她必须永远消失在我的视线 空气静默许久 负责站迟迟不表态 白初初紧张地盯着她 当年 他们分得不太愉快 白初初性子娇纵 稍有不如意 就吵架 闹分手 玩消失 负责战哄了很多次 最后一次 没再惯着她 转身娶了我 时隔三年 她知道负责战对她旧情难忘 却拿不准我在负责战心中的地位 她在害怕 害怕她答应我的要求 害怕她从此不要她了 我催促负责战 考虑好了吗 白初初急了 像露出尖牙的兔子 愤恨地瞪我一眼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你跟阿战结婚了又怎样 这三年 她没有一天忘记过我 像是为了佐证这句话 她抬手 在我面前挥了挥 炫耀那串佛珠 传家宝都没带过一次 你这个傅太太 当得可真失败啊 西洛生刺耳 换作以前 我大概会被气晕过去 可是现在 我只是平静地望着她 手指在口袋里舒然捏紧 期待她继续说 多说点 白初初注意到我的小动作 指着我尖叫 阿战 她在录音 她在录音 负责站台谋看我 我一看她 两两相望 唯于沉默 她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朝我伸出手 手机 拿来 我没有动作 白初初绕过来 拉开车门 暴力翻着我的口袋 我正想甩她一巴掌 却发现动弹不得 负责站拽住了我的手腕 她低声说 对不起 梁富宇 我不能毁了小白 她的事业正值上升期 小白 叫得多亲密 她比谁都清楚 录音一旦曝光 白初初会面临怎样的舆论环境 所以 她决定委屈我 保全她 删掉录音后 白初初把手机丢还给我 砸到了我的肚子 我疼得倒抽一口凉气 负责站好像慌了 眼底掠过一抹心疼 关切地问 怎么了 要不要紧 又转头 赤泽白初初 没长眼 她大概是第一次被负责站兄 愣在原地 过了好几秒 眼泪才大颗大颗地滚落 委屈至极 阿站 我不是故意的 负责站没有理她 揉了揉我的小腹 又问了一遍 老婆 是不是这里疼 迟来的称谓 迟来的关心 虚伪至极 我打落她的手 扯了扯嘴角 挤出一个苍白的笑 别碰我 我觉得恶心 恶心 这两个字 砸在负责站身上 她的眼神明显刺痛了一瞬 而后逐渐变冷 她没再管我 利落地下车 将白初初拥进怀里 轻声安慰 小白 是我不对 我不该凶你 别哭了好不好 白初初哭得更厉害 却还在朝我挑衅地笑 仿佛在说 你看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我 她软绵绵地贴在负责站身上 在她耳边喝气如蓝 阿站 我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当年是我做错了 我不该脾气那么坏 一吵架就完消失 你别生气 原谅我吧 那晚你跟她睡在一起 我在隔壁听着 心都快碎了 以后别这样对我了 好吗 负责站瞥了我一眼 故意似的 握住她的手 好 我保证 她抱起她 轻轻放在副驾驶 我被赶下了车 站在路边 像个笑话 驱车离开时 负责站冷冷地告诫我 经是所有私立医院 副家均有控股 你可以挨个挂号试试 看谁敢帮你做手术 我将在原地 怪不得 她今天能找到这里 负责站 你真无赖啊 雨越下越大 我在路边等了半小时 终于等来家姐的车 她见我浑身湿透 面无血色 给我递来干燥的毛巾 和热乎乎的姜茶 家姐从后视镜里看我 忧心忡忡地问 上次你去公立医院产检 被狗仔拍到 网友骂你未婚先孕 不检点 现在换成私立医院 又在负责站的眼皮子底下 这是弄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擦单头发 疲惫地躺倒在座椅里 没有吭声 微博弹出一条重磅消息 白初初更新了动态 和年少时的初恋 再续前缘 配图是一张 食指相扣的照片 照片里那只修长的手 无庸置疑 是负责站的 网友轻易色全是祝福 姐姐 姐夫终于破镜重圆了 KSWL 家人们谁懂 佛子文照进现实 女主还是大明星 结婚 请你们原地结婚 我把明正局搬过来 我的黑粉给白初初留言 哈哈哈哈 白姐牛逼 事业爱情双丰收 在看凉大水后 孩子都不知道 是哪个金主的野种 真他妈见 上个月 青龙电影节 我和白初初共争影后 评委组认为 我的演技更胜一筹 把奖项颁给了我 他的粉丝不服 声称有黑幕 一口一个水后 叫我 我的路人 圆断牙式下跌 白初初趁机抢走了我 不少代言资源 以前我没跟他计较 可是现在 突然不想忍了 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蹬鼻子上脸 我再不反击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我从手机相册里 翻出结婚证 发了条微博 隐婚三年 目前准备离婚 严谨一概一句话 信息量巨大 瞬间 引爆热搜 网友的评论 开始改变风向 什么情况 良父与老公是负责战 刚才还在祝福白初初 没想到他是小三 什么破镜重圆 分明是婚内出轨 好恶心啊 别光骂女的 男的也不是傻好人 在老婆孕妻 跟初恋纠缠不清 飞闻满天飞 家 表面清冷佛子 背地里却做这种龌龊事 我盯着评论区 满意地笑了 可是几秒后 所有词条全部被撤 取而代之的是 富士集团官网发了一条声明 无中生有 没有指名道姓 更没有提及 是谁无中生有 回应模棱两可 偏偏有大批量的水军 涌入我的评论区 笑死 水后被打脸了 这结婚症一看就是屁的 还好我没上当 一个穷鬼的女儿 也敢碰瓷金圈顶级豪门 两表 你要不要脸 你是不是被金主抛弃 得妄想症了 到处一银 别人是你老公 我满心苦涩 无法平息的愤怒 在胸腔中燃烧 像是要把人焚烧殆尽 理智快崩盘时 我接到一个电话 负责站的声音响在耳边 像裹满蜜糖的毒药 他说 老婆 这是惩罚 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嗯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明明不爱我 为什么还要彼此折磨不放手 我平静地回答 敢 然后挂掉了负责站的电话 带来的后果是 被黑得体无完肤 事业全面崩盘 当晚 傅家听闻婚变的消息 命令我回一趟老宅 金碧辉煌的会客厅 坐满了人 都是傅家的长辈 我爸局促地站在角落里 满头滑发 皮肤在工地上晒得趋黑 显得格格不入 见我来了 朝我露出一个老实憨厚的笑 还比口形安慰我 别怕 爸给你撑腰 傅老爷子训斥道 当初怎么进得傅家门 忘了 现在还敢闹离婚 真是翅膀硬了 他一直认为 是我处心积虑 爬上负责站的床 这才嫁入豪门 我看了一眼负责站 他懒懒意在沙发上 没有替我解释的意思 我爸听不得我被骂 把我护在身后 我闺女不是这样的人 当初是你儿子上门求婚 说会负责 我才同意这门婚事 现在结婚才三年 网上视频传得沸沸扬扬 你儿子能出轨 我女儿提离婚 反倒成了罪人 傅老爷子一时愣住 他年纪大了 并不关注娱乐新闻 估计还不知道 负责站跟白出出车内热吻的事 我点开视频 当众播放 在场所有人都看见了 傅家其他亲戚打圆场 傅宇 这不是什么大事 豪门子弟 在外面逢场做戏罢了 况且你已经怀孕 谁也无法撼动你的地位 听话呀 睁只眼闭只眼 日子也照样过 三言两语 粉饰太平 甚至在商量宝宝的名字了 我走到负责站面前 他的视线落在我肚子上 我心平气和地问他 声音放得很轻 跟我离途婚 娶你真正爱的人 不好吗 负责站吃笑一声 梁富宇 差不多得了 少跟我玩 欲擒故纵这一套 我不解地盯着他 眼神茫然 他突然来了脾气 一把拉过我 禁锢在自己怀里 低头扶在我耳边 近乎咬牙切齿 装什么 你就是吃小白的醋 学他以前的样子 做一做 闹一闹 想让我哄你对不对 行 我哄 他说着 伸手捏我的脸 撞似亲密 语气却敷衍至极 老婆 乖一点 别再提离婚 安心生下孩子 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这样满意了吗 我扯扯嘴角 轻轻笑了 他到现在还以为 我只是闹脾气 以为我在耍手段 引起他的注意 真是可笑 我看着眼前 这张曾经让我心动 无数次的脸 第一次觉得 也不过如此 他其实并不值得 是我的喜欢 给他镀了一层金 想明白这点以后 我冷冷扶开他的手 站起身 傅老爷子 已经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拽过手里的拐杖重重 敲在负责战备上 丢人现眼的东西 马上把外面的女人解决掉 傅家重视家风 维闻影响股市 老爷子自然震怒 客厅乱作一团 好几个人上去劝架 我爸拉着我 后退到安全的地方 闺女 爸带你回家 这里太灰气 我应声 跟着我爸离开 傅泽战被打得跪倒在地 他擦了擦嘴边的血 死死盯着我的方向 杨富宇 不准走 我没有理他 也没有回头 以前他做错事 被老爷子责难 我总会心疼地掉眼泪 但今天我全程无动于衷 连看他一眼也不愿意 傅泽站愣了几秒 反应过来后 整张脸血色尽湿 他终于意识到 我提离婚 不是说说而已 我是真的不要他了 离开老宅前 傅老爷子叫住我 他递给我一份协议 这件事确实是那个臭小子 有错在先 你想离婚我不阻止 但傅家子四单薄 我希望你能生下这个孩子 我翻了翻合同 上面白纸黑字写明 无论抚养权归谁 傅家每年都会支付一亿抚养费 他知道我缺钱 因为舆论压力 圈内对我避之不及 几个代言接连解约 我被品牌方索赔 欠下巨额债务 回到家 我爸从床底下掏出一个铁皮盒子 里面是他的全部积蓄 有灵有整 他说 闺女 不怕 爸养你 看到他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 我眼眶湿了 我妈生我时难产去世 这个小老头又当爹又当妈 把我拉扯大 八岁时 我被同学嘲笑 有妈生没妈养 我爸冲到教室 揪着他们耳朵 教他们做人 小兔崽子 你说谁呢 我闺女是没有妈妈 但她有我 嘴里再不干不净 我打小孩了呀 十三岁时 我月经出巢 弄脏了床单 我爸跑去超市 帮我买卫生巾 拜托邻居阿姨 教我怎么用 我又羞又怕 他告诉我 这是正常生理现象 没什么羞耻的 闺女 恭喜你长大了 十七岁时 我报考表演戏 学费昂贵 我爸白天在工地忙完 晚上跑腿送外卖 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被发现后 他还跟我道歉 闺女 是爸没本事 但家里再穷 也得供你把大学读完 或许 老天也是眷顾过我的 毕业后 我遇到了佳姐 她带我进眷 一路私资源 努力五年 终于摘下影后桂冠 那是我爸第一次进电影院 他挥着应援棒 像个矛头小子 坐在台下乐呵呵地笑 嘿嘿 看见没 台上那个是我女儿 影后 诸如此类的事 实在太多 比如现在 我事业近毁 婚姻不顺 几乎被逼到绝境 我爸握着我的手 正宠道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爸爸都支持你 你想生下孩子 爸爸就努力赚钱 当个好外公 想打掉孩子离婚 爸爸陪你找律师 起诉 我的爸爸 真的对我非常非常好 我哭得稀里哗啦 他手忙脚乱地帮我擦眼泪 还像小时候那样哄我 别哭 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可他已经年迈 早年积劳成疾 心脏方面出了问题 我不希望他再为我操心了 再加上预约流产手术时 我做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说我体质不好 如果拿掉这个孩子 以后可能再也无法怀孕 我考虑了很久 决定签下那份协议 留下孩子 与此同时 我打起精神 着手准备离婚的事 可找遍京市所有律师 没人敢接我的案子 因为负责战打过招呼 在我快放弃的时候 有个男人主动找上了门 他穿着风衣 身材奇长 眉目清冷 我莫名觉得眼熟 请问你是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 自我介绍 梁小姐 你好 我是唐石 唐石 好像在哪儿 听到过这个名字 哦 我想起来了 青龙电影节散场后 有一场粉丝见面会 唐石捧着我出道时的写真集 说家里长辈很喜欢我 让他来要签名 我给他签了 没想到他会再次出现 我跟他开玩笑 今天也是来要签名的 唐石摇头 不是 他垂眸看我 漆黑的眼睛像一汪深潭 情绪晦暗不明 唐石说 我来帮你离婚 连绵多日的阴雨突然停了 一抹灿金的阳光 透过厚厚的云层 照在唐石身上 无端让我想起一句诗 山崇水富夷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查了唐石的履历 名校毕业 经手的离婚案件 从无败诉 最主要的是不混金圈 不受负责战车肘 他公事公办 梁小姐 请您尽快准备好 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 对方有过错行为的证据 我将那段热吻视频 以及白出出的微博截图 打包发给了唐石 法院受理需要时间 最近我的运途比较严重 闻到城市的汽车尾气 总是不舒服 我爸为了让我静心养胎 带我回了老家 江南的深秋诗情画意 青砖带瓦 小桥流水 踏过石板路 巷子的尽头 是一栋老旧的洋房 我们很久没回来了 屋内灰尘积压 我爸怕我呛着 连忙将我推出门 我百无聊赖地 站在院子里赏景 小镇的晚霞比城市的更为烂漫 一地的金黄揉碎了夕阳 路边单柜飘香 石榴接了硕果 沉甸甸压弯了枝头 隔壁洋楼的门 枝呀一声开了 唐石从里面走出来 穿着家居服 刘海垂落 遮住冗长的睫毛 清冷之余 多了几分柔和 他看到我 并不惊讶 大大方方地打招呼 又见面了 梁小姐 我呆愣一秒 磕磕绊绊地问 好巧 你 也住这儿 唐石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笑着否认 最近不忙 我休了年假 过来旅游 不忙 上次我去他律所千尾托书 听到他的下属在茶水间唏嘘 唐绿身上压了十几个case 还有精力接量赋语的 每天24小时连轴转 不要命了 你不懂 这是偶像的力量 我张了张嘴 疑惑还没问出口 剧烈的手机震动声 横灌在我们之间 唐石的电话响了 有人向他咨询工作上的事 他有耐心地做出解答 怕我等待无聊 包了个橘子递给我 我不好意思拒绝 一股奶塞进嘴里 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四散开 电话挂断后 唐石不经意一瞥 看到我鼓鼓囊囊的嘴巴 没忍住低笑了声 好可爱 像小仓鼠 我的脸瞬间涨红 他也意识到气氛有些暧昧 咳了一声 漫不经心地转换话题 你的案子 诉讼书已经提交 大概三个月后开庭审理 嗯 我抄小声 最近 你那个准前夫有联系你吗 没 我早就把负责战拉黑了 唐石点了点头 提醒道 你离开京市 他好像挺着急的 每天四处打听你在哪里 我撇了撇嘴 没说话 负责战怎么可能为我着急 他应该跟白初初重修就好 你弄我弄才对 天色渐暗 家家户户的烟火器 钻入鼻腔 我爸从窗户里探出脑袋 喊我回家吃饭 闺女 鸡汤快凉了 唐石石去地转身回屋 没走两步 他的电话又响了 连再见也来不及说 只能递给我一个抱歉的眼神 门开的一刹那 我看到桌上放冷了的盒饭 那就是他的晚餐吗 我其实很想问他 为什么明明那么忙 还要跑来江南休假 可斟酌几番 到底没问出口 他打扰他通话 我在手机上敲下一行字 隔着窗玻璃给他看 唐绿图 等会儿忙完了 要不要尝尝我爸的手艺 唐石挑眉 笑了 我在江南住了快三个月 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 白天煮一壶茶 窝在阁楼看书写字 能喝到太阳落山 傍晚陪我爸散步 再听一曲平坛 伴着无浓软语入眠 唐石偶尔来访 斯文有礼 客气妥贴 我爸挺喜欢他的 隔三差五留他吃饭 他租住的房子 在我家隔壁 次数多了就再无睡意 干脆披着外套 卧在阳台摇衣里发呆 临近年末 街头巷尾都挂上了红色小灯笼 唐石隔着栏杆 递来一串冰糖葫芦 甜的 你尝尝 我已经习惯接受他的头位了 没有推剧 咬下一颗裹着晶莹糖霜的山楂 还没来得及尝出味道 就听他说 我要走了 咀嚼的动作一顿 我抬眸看他 不得不说 唐石的颜值很高 饶事我见过圈里那么多帅哥 好似落了一场雪 薄薄的镜片后 一双漂亮的桃花眼微微眯起 像盛满了细碎的心 这样的人 轻易就能撩拨女孩的心 我一开视线 慢吞吞开口 好 一路顺风 唐石垂下眼帘 轻声问 不问我要去哪 嗯 下周开庭 我回律所准备材料 我微微一正 原来 日子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我也已经很久没想起负责战了 不爱和遗忘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 我的走神 让唐石误会了 他以为我在担心诉讼失败 为了哄我高兴 他不知从哪搬出两桶烟花 洋楼后面是一条小河 桥面过去是一块空底 我站在阳台上 望向不远处点火的唐石 他朝我挥手 笑喊 赋雨 提前祝你离婚快乐 拥抱新生活 后面的声音被巨响覆盖 璀璨烟火 在如墨的夜空蔓延开来 煞时间所有绚烂都在我眼中成战 唐石从火光中走来 站在楼下 举起手机 给我看屏幕上的字 唇角 嘴里的冰糖葫芦 好甜好甜 烟花落幕 我久违地睡了一个好觉 次日醒来 唐石已经离开 我爸去及时买菜 院门敞开 邻居几个小孩闻到辣梅香 走不动道 我笑着招手让他们进来 搬了几张椅子 一起坐在树下聊天 从多辣A梦聊到摩卡少女婴 又从熊出没聊到小猪佩奇 他们盯着我的肚子问 里面是弟弟还是妹妹 我诚实地说不知道 突然有个小孩指着我身后 拔高了音量 姐姐 那个大哥哥在看你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熟悉的身影闯入我的视线 负责站站在院门口 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眼眶都红了 他才开口 嗓音沙哑 梁富宇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没料到负责站会追来这里 听家姐说 他找我快找疯了 这不像他的性格 骄傲如他 从不会为我低头 只是这次 好像变了 几个小孩离开后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负责站 他在我面前站定 抬手想摸我的肚子 都这么大了 宝宝有没有闹你 我后退一步 避开他的触碰 他被我的动作刺痛 手指将在空中 微微颤抖 过了半晌 我才听到他说 你走后 我很想你 他直勾勾地看着我 藏匿眼底的情意快意出来了 温身换我的名字 梁富宇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 终于弄明白一件事 我爱的人不是白楚楚 是你 我不知道他的转变是因为什么 但这句话实在太荒谬 我忍不住反问 你爱我 负责战说他爱我 多么可笑 爱我会把我当作白月光的替身 婚后冷落我三年 在我满心欢喜想告诉他怀孕时 他在车里跟白月光热吻 又为了维护他的声誉 不惜毁掉我的事业 这就是他口中的爱 真恶心啊 我脑子里这么想着 还真吐了出来 负责战没躲 养尊处优的贵公子 不怕脏 也不怕臭了 他弯下腰 小心翼翼帮我拍背 你不相信 对不对 我承认一开始娶你 是因为你长得像小白 我利用你弃他 逼他服软求和 可等他真的回到我身边了 我却一点也不高兴 你提离婚 消失不见的日子 我整晚睡不着觉 只要一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你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对小白只是执念而已 对你 才是 爱 晚风将他额尖的碎发吹起 澄澈的瞳孔里 清清楚楚地倒映出 我脸上的嘲讽 他有一瞬间的无措 紧紧抓住我的手 老婆 别这样看我 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 总是执着于失去的东西 但凡未得到 但凡是过去 总是最登对 负责战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他不是真的爱我 也不爱白初初 他只爱他自己 唯有失去 才能让他念念不忘 我吃笑骂他 负责战 你别犯贱 律师通知你开庭日期了吧 记得准时出席 现在 麻烦你从我家滚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对他说重话 他瞳孔猛地颤了颤 眼泪突然掉下来 砸在吐我的手背上 滚烫 我厌恶地擦掉水渍 转身回屋 关门的时候 负责战抵住门框 守备家的亲子 我吓了一跳 你疯了 他忍痛忍地 额角青筋叠起 冷汗连连 一字一句地问 要怎么做 才肯撤诉 负责战问我 怎么才能撤销离婚诉讼 我没回答 其实 我曾经给过他机会 在预约流产那天 在那辆麦巴赫上 我提出三个条件 让他在白初初跟我之间二选一 但很遗憾 他选了前者 抛下了我 哟 负责战似乎也想起了这段记忆 他神色懊恼 急于补偿 给我一天时间 我证明给你看 证明你有多爱我吗 可惜 太迟了 我爸回家后 得知负责战来过 原本笑咪咪给我夹菜的小老头 冷下眉眼 他还有脸来 他给自己斟了杯白酒 边喝 边数落负责战 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闺女 嫁给他以后 什么福都没想到 光受委屈了 什么人呢 不要再让我见到他 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我爸情绪激动 为我抱不平 我劝他 爸 您骂归骂 心脏不好少喝点酒 我有分寸 倒是闺女你 离婚后有什么打算 我故意逗他 拿抚养费 带您和孩子满世界旅游呗 我爸果然被我逗笑 笑着 笑着呛了一口 他捂着心脏缓了几分钟 与众心肠道 爸老了 不能陪你一辈子 最近还总梦见你吗 他愿我没保护好你 前阵子住咱家 隔壁的唐律师 人不错 我瞧着比幸福的靠谱 大概喝多了 我爸开始喋喋不休 话题也越来越歪 我连忙打断 收拾好碗筷 逃也试得躲回卧室 刚躺上床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下 加油姐给我发消息 快看热搜 白处处要凉了 我点开微博 不断跳动的消息 让我的大脑短暂当机 先是负责占爱特了我 他从不玩这类社交软件 几分钟前却注册了账号 公开我们的关系 合法夫妻 孩子是我的at演员梁富宇 随后 富氏集团官网 在那条无中生有的微博下澄清 应酬结束送白女士回家 他醉酒不清醒 副总很快推开 没有热吻 佛珠只是同款 不要再乱讲 总裁夫人会不高兴 我不有冷笑 富氏的公关团队 可真会洗白啊 聊聊几句 摘掉了负责战婚内出轨的帽子 评论区一片热议 反转反转再反转 给我CPU干烧了 性白的炒作 倒贴 真不知廉耻 所以梁富宇发的结婚证并不是屁图 我还以为他蹭热度骗人呢 就我一个人疑惑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澄清 副总太没担当了 呵呵 明显是被逼的 看来初初在副总心里的地位 威胁到了梁表 还有谁不知道 水后在他们分手时耍心机爬床 初初才是副总真爱 真爱无罪 邪教粉丝 别一口一个水后 评为祖公正言明 还有 不管梁怎么上位的 他现在是合法妻子 你家主子知道 人家结婚了还贴上去 主动成那样 喜不白 同意 小三和小三粉滚出娱乐圈 白初初的个人微博 很快沦陷 几万条留言全在骂他 粉丝控评都来不及 他只能关闭评论区 官网报不够 一份填膺的网友 开始挖他出国学表演时期的黑料 抽烟 喝酒 挂科 约炮 甚至有曾经的助理 实名举报他偷税漏税 事件升级 上面介入调查 圈内对他实行软风沙 各路代言纷纷解约 综艺影视连夜打码 至此 白初初的星途算是完了 这一场风波 既得利益者是我 家姐说 短短半小时 他的邮箱已经被商务赛报 连产后付出的电影 也开始洽谈了 他喜极而泣 你终于熬过来了 赋雨 我鼻腔发酸 一路走来 真的太不容易 微信在此时进来一条语音 是唐石发的 我点开 那头的背景音很嘈杂 显然是还在忙 唐石说 看窗外 我仰起头 广阔的夜幕之下 数价无人机盘旋 星星点点的光亮 组成两行字 恭喜 LFY 请继续在喜欢的领域 闪闪发光 向唐石道谢后 窗外忽然炸开几朵烟花 爆竹声此起彼伏 我恍然想起 今天好像是除夕 该陪我爸一起守岁才对 我兴冲冲下楼 想告诉他 小老头 别再担心了 你家闺女事业翻红了 往后会继续拍戏挣钱 陪在你身边 刚走到楼梯转角 却被人迎面堵住 是白初初 我警觉的后退几步 开始四处搜寻我爸的身影 客厅的电视机正在播放春晚 茶几上新真的一杯白酒也没喝完 说明我爸在家 可是白初初突然闯进来 他不可能不知道 兔既然知道 又怎么可能不出现 我的内心 陡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爸呢 白初初扑哧笑出了声 在门口呀 我透过落地窗往外看 脚下一软 差点跪倒在地 我爸直挺挺地躺在雪地里 不关我的事哦 是你霸气性大 我只是骂了你几句 他就捂着心脏一头栽下去了 白初初的话 我好像听到了 又好像没听到 我想起我爸在饭桌上说过的话 他提到了我妈 提到了唐食 提到了负责战 却唯独没提过自己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身体出了问题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我还因为嫌他唠叨 躲回了房间 悔恨与自责如潮水般涌来 几乎将我淹没 我来不及想更多 本能地掏出手机 拨打急救电话 看到我慌乱痛苦的神情 白初初脸上的笑容更为灿烂 杨富宇 你毁了我的事业 抢走我的阿湛 把我害得这么惨 那么 礼尚往来 我也要让你尝尝 失去最爱的人的滋味 他是故意的 故意激怒我爸 害他犯病 我瞬间理智全无 按着这个疯女人的脑袋 往墙上撞 一下又一下 用了十足的狠劲 白初初疼得尖叫 头发散乱 如同一个疯子 纠缠间 他狠狠推了我一把 我没抓稳栏杆 从楼梯上摔下 翻滚的撞击感 让我整个人完全蒙了 等回过神的时候 我的白色裙子 已经被鲜血染红 腹部痛如刀脚 门外传来救护车的响铃 医护人员朝我奔来 把我抬上担架 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不出话 死死盯着门口 另一波救援人员 跪在雪地里 争分夺秒地 给我爸做心肺复苏 会没事的 我爸一定会没事的 他会长命百岁 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我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 直到救护人员对视一眼 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我撑起身子 声嘶力竭地喊 为什么停下来 救我爸啊 求你们救救他 抱歉 您父亲心梗发作 我们尽力了 我眼睁睁看着 平常生龙火虎的小老头 被装进练尸袋 而我被推进抢救室 医院天花板的顶灯 真的好刺眼 刺得我泪流满面 生理上的疼痛 好像感觉不到了 我只觉得 心脏一抽一抽的疼 护士大喊 产妇大出血 有早产迹象 快去联系他的家人 意识迷离的前一秒 我在想 家人 我没有家人了 在和家团圆的除夕夜 我失去了最爱我的爸爸 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 负责战争在兔开会 澄清微博一经发出 外界舆论发酵 股市再次震荡 董事会要求他给个说法 他扯了扯领带 烦躁不已 心想 这群老东西 耽误他找老婆复合 秘书急匆匆闯进会议室 副总 夫人出事了 负责战亦江 指尖的钢笔掉落在地 他订了最近的航班赶回江南 又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医院 额前出了层细密的汗 红色的手术 蹬向一只无形的大手 死死掐住他的脖梗 机遇窒息 时间很漫长 负责战不吃不喝 一直守在手术室门口 未曾离开过半步 三个小时后 门开了 医生从里面走出来 摘下口罩 傅先生 孩子一切平安 但您太太出血止不住 且求生意志薄弱 可能 负责战豁然抬眼 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一样 难受而又刺痛 他停顿许久 才开口 说下去 声音带着一丝轻微的颤抖 医生 可能熬不过今晚 他瞬间红了眼眶 巨大的恐慌 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将他死死套牢 负责战沿着墙壁缓缓下滑 跌坐在地 像有钝刀搓磨血肉 疼痛感蔓延全身 他好不容易认清自己的心意 他就要离开他了吗 不 他不允许 找最好的专家 用最好的药 就不回他 你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 医生不敢惹这位祖宗 召集团队商讨进一步方案 傅老爷子赶到时 空荡荡的抢救室门口 只剩下负责站一个人 他坐在冰凉的瓷砖上 把头深深埋进壁弯里 整个人毫无生气 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傅老爷子叹息道 非要等到失去时 才追悔莫及 傅泽站自嘲地笑了笑 是啊 结婚三年 他从没珍惜过梁富宇 他拍打戏摔断腿 哭着给他打电话 他冷冰冰抛下一句 让助理带你去医院 以后这种小事 不用告诉我 而白初初只是蹭破点皮 他就感到剧组大发雷霆 为他撑腰 梁富宇不知道 回家后 还吐傻乎乎地朝他撒娇 老公 好疼 你能不能关心关心我呀 傅泽眼皮都没掀一下 关心能止疼 不能 但是我想听 他直接打断 抱歉 做不到 转头 却对白初初嘘含问暖 痛就告诉我 我来陪你 这样惨烈的对比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后来 梁富宇似乎攒够了失望 不再主动找他 他本该松一口气才对 可是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开会时常走神 想回家见梁富宇 甚至有好几次 将白初初错认成了他 起初负责战以为 这只是阶段反应 并未在意 直到那段热吻视频被曝光 梁富宇给了他一巴掌 骂他混蛋 他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 泛起细细蜜蜜的疼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不想离婚 更不会让他打掉他们的孩子 梁富宇消失的那几个月 负责战没睡过一个好觉 半夜会心慌到惊醒 白初初找上门 质问他 阿战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已经回到你身边了 为什么还要疯了似的 去找一个赝品呢 如果你在这样 我们之间就结束吧 女人越说越激动 几乎歇斯底里 负责战沉默地看着他 忽然觉得很厌烦 他怎么会把梁富宇 当成白初初的替身呢 明明两人除了相貌 有几分相似 性格却大相径庭 梁富宇温柔体贴 情绪稳定 白初初放肆骄纵 任性妄为 他受够了 负责战的母亲很早过世 父亲忙于工作 对他疏于管教 没人叫他什么是爱 也没人叫他 如何去分辨一段 不健康的恋爱关系 可是那天 他豁然大悟 原来 他把不甘心当成真爱 错过了最该珍惜的人 凌晨四点 医院的长廊冷冷清清 父老爷子已经离开 负责战依旧维持那个姿势 坐在地上没有动 旁边有个阿姨路过 看得心疼 给他递了张纸 轻声劝他 小伙子 没事啊 别哭了 负责战摸了摸脸 是湿的 他才意识到 自己在哭 我女儿也早产大出血 并未通知书 都下了 哎 我实在走投无路 只好去七下四给他祈福 也算幸运吧 回来的时候 他慢慢恢复了意识 你看 人总得有个寄托 所以 别放弃希望 也许他下一秒就醒了呢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负责战扶着墙壁 慢慢站起身 朝他说了句谢谢 浑浑噩噩地走出医院 当一个人无能为力时 只能选择其他方式 期盼奇迹发生 譬如 信仰 这个时间点 七下四已经闭四 路边停着一辆黑色麦巴赫 负责站下车 望着眼前通往佛门之地的庄严道路 看似近 实则遥远 他毫不犹豫地去身下跪 以最虔诚的扣手姿态 参拜 祈福 寒风凛冽 冷意庆鼓 细血落在他脸上 融化时像极了眼泪 他站起身 向上一劫 再次弯下膝盖 一步一扣手 拜至四门前 直手和尚听见动静 单手作一 施主 您若想祈愿 天亮之后再来 负责占眉目低垂 常跪不起 我等不及了 劳烦师父破例 让我求个平安福 二人僵持不下 和尚被他的坚定 与诚心打动 领他进了门 一方净土 三柱清香 负责战双手和十 诚之莫然 清男出生 求神佛庇佑 我心无别念 只愿我妻度过难关 经翻扬起 似有回应 求道开过光的平安福 已是破晓之时 负责战满怀珍重地 捧在手心 赶回医院 大概是神真的 聆听到了他的诉求 两个小时以后 抢救式地灯灭了 医生如是重负地通知他 傅先生 恭喜 您太太的鞋止住了 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梁富宇 转到了普通病房 但还没有醒 负责战拿出平安符 动作轻柔地塞进他的手心 老婆 别睡了 睁开眼睛看看我 梁富宇的睫毛颤了颤 他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 他没有喝下那杯 掺有春药的香槟 自然也没有遇见负责战 他努力拍戏赚钱 将爱情抛之脑后 一有空 就带爸爸去医院体检 去周游世界 每年生日 他只许一个愿望 祝爸爸长命百岁 可是 耳畔有个声音不断呼唤他 老婆 求你 醒过来 老婆 梁富宇的睫毛眨得更厉害 像从很沉的水里冒出来 身上的一切枷锁解开 他缓缓睁眼 望见负责战的脸 望见医院雪白的天花板 才发现 只是大梦一场 他的爸爸 没有长命百岁 醒来后 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 以故意杀人的罪名 起诉白出出 我家门口安装了监控 如是还原当天的所有经过 门铃响起 我爸去开门 听见白出出言辞侮辱我 一时激愤跟他争论 没过多久 他捂着心脏栽倒在地 白出出见死不救 还笑得直不起腰 我把这段视频提交给警方后 白出出终于害怕了 他来医院找我 想赔偿和解 我抄起桌子上的水杯 朝他砸去 做梦 我一定会让他把牢底做穿 他被我暴怒的眼神吓到 瑟瑟在负责战身后 哭着拽住他的衣角 阿战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帮我求求情 我真的不想坐牢 负责战眸光微动 到底是刻骨铭心的初恋 即便不爱了 也不希望他过得太惨 他开口的前一秒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平安符 负责战 这是你为我求来的 我生产奈晚 圈内圣传佛子走下神坛 助力于无边风雪 一步一扣为我求得平安符 媒体报道 情深似海 我抬起头 反问他 可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早产大出血吗 负责战摇头 我笑了下 诞生告诉他真相 因为你的小白 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我和孩子 差点死在手术台上 现在 你还想劝我放过他吗 白楚楚的脸色 变成肉眼可见的惊恐 徒劳辩解 阿战 不是 他被大力推倒在地 负责战甩开他的手 几位厌恶地理了李一秀 亲自拨通报警电话 送他进了监狱 十几年有期徒刑 我想 他后半生 一定会在里面 得到许多关照 第二 处理我爸的身后事 小老头平常挺高大一人 现在变成了一个小盒子 下葬那天 唐食前来吊咽 听说我昏迷 住院那几天 他想进产客探望我 却被负责站的保安拦在门外 此刻 他穿着黑色的大衣 低头进入灵堂 将一束白橘放在一项前 我们沉默地对视几秒 他语调沉重 节哀 短短两个字 轻易勾起我所有的情绪 我想起在江南的那几个月 我爸清晨去市集买菜 出门前总会问我 今天想吃什么 路过隔壁也会招呼唐食 问他葱姜蒜有没有忌口 我跟他之间 承载了关于我爸的太多回忆 憋了多日的眼泪 再也忍不住 如断线珠子般滚落 我从没想过 有一天我会哭得这么歇斯底里 唐食坐在我的身旁 安安静静地听我哭 他的手扶着我的肩膀 想帮我拍背顺起 可是猛然间 我被另一只手拽到怀里 负责站扣着我的腰 看向唐食的眼神充满敌意 别碰我老婆 红梅 纠正她 傅先生 你我都知道 梁小姐已经在走离婚诉讼程序 言下之意 是别再乱叫老婆了 那又如何 负责站圈在我腰间的首月发用力 只要一天没下判决 她就仍是我的妻子 她拥着我大胯不离开灵堂 我一路挣扎 却被她更大力地摁在怀里 你还没出月子 别哭了 嗯 在无人的角落里 她的指腹蹭过我的眼尾 温柔地帮我擦眼泪 当心眼睛疼 我拍开她的手 喉咙满是尖色 梁律师说得对 以后别那样叫我了 还有 麻烦你现在离开 我和我爸都不想看到你 小老头说过 别再让她见到负责站 否则见一次 打一次 想来也是很讨厌她吧 负责站的手垂落身侧 钻得骨结泛白 眼底也清晰地漫开慌张语无措 赋语 别 我没继续往下听 折返回去 跪在灵前 随便她想说些什么 都与我无关 我爸走后的第七天 离婚诉讼案开庭 法院休息室 唐石抱着一打材料落座 眼下无情严重 想必做了万全准备 她势在必得 赋语 我们绝不会输 我相信她 大约连天上的爸爸也在保佑我 这场官司进行得很顺利 法官当评判决离婚时 我还久久不能回神 三年婚姻 终成过去 往后 我的人生将重新扬翻起行 唐石绅士地抱了抱我 赋语 你自由了 我笑了 是这段灰暗日子里 露出的第一个真心实意的笑 离开法院 我去了牧原 给老爸烧纸 身后一直跟着某个熟悉的身影 从拿到离婚判决书的那一刻起 负责战的眼里就没有光了 像被主人遗弃的小狗 姿态卑微极了 我不想管他 蹲下身 摸了摸小老头的黑白帅照 有一搭没一搭地告诉他 我的近况 爸 我离婚成功了 孩子的抚养权也归我 您说我是不是赚大发了 附加征抚养权没征到 每年还得支付一亿抚养费 对了 我下个月要进组拍戏了 我呀 事业 生活样样顺利 您就安心吧 讲着讲着 视线开始模糊 我才发现我又哭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亲人的离世是一辈子的潮湿 正月里的积雪慢慢融化 久违的阳光洒落在身上 轰得人暖洋洋的 我站起身 回身往外走 余光瞥见 机米开外 负责站跪在地上 朝我爸的墓碑方向 磕了重重一个响头 他在弥补下葬那天 没能进灵堂吊咽的遗憾 皮肤寡过坚硬的石板路 男人额角 剩下烟红血液 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嗓音发颤 别离婚 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像是在讲毫无意义的废话 判决书都下来了 我们都很清楚 一切尘埃落定 再难回头 我从他的掌心 慢慢把手抽出来 不必了 我可以去附留子 负责站在原地正愣地看着我 我没有留恋 静止离开 三个月后 我产后付出的新电影《沙青》 录演宣传时 有粉丝提问缓解 都是陪我熬了几年才熬出头的 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他们知晓得一清二楚 人群里 有个年轻女孩举着话筒问我 傅宇姐 一路走来 真的太不容易 除了慧眼石珠的导演 您还有没有特别感谢的人 我想了一下措辞 确实有两位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 第二位是我的离婚律师 没有我爸 就没有可以心无旁骛 实现理想的梁傅宇 没有堂食 就没有如今冲破繁荣重获新生的梁傅宇 年轻女孩微微汗手 我们也很高兴 后援会连夜准备了礼物 傅宇姐 祝您离婚快乐 话音刚落 身后的大屏幕忽然开始播放一段视频 是我出道几年间演过的所有角色合集 我看得热泪盈眶 但没想到 粉丝把最后一幕留给了我爸 画面里 她坐在台下 挥舞着应援棒 无比自豪地喊出 嘿嘿 看见没 台上那个是我女儿 影后 短短几个月 物是人非 我背过身去擦眼泪 却不经意瞥见最后一排 无人在意的角落里 堂食举着小排排 安安静静地望着我 她旁边有一个空位 我知道 是给我爸留的 小老头也来看我了 我朝台下深深鞠躬 在心里说 多谢你们 我的拥护者 助我从此逃出苦难 向春山 玩